然後我的朋友打給那個人 然後那個車就等到不久了叫他上車 然後下車 下車就肯定叫他上車 因為我和我的朋友還叫了幾個泰國人去幫忙陪他見公 因為覺得那份工作是很古靈精怪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因為上次出了一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也是報道在泰國 一些不同的外國遊客來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他們說回他們的實況 回響都非常之大 但是有一些留言其實都很有趣 就說要去粉飾太平 又或者要去唱好泰國 我覺得也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是賣樓的 我亦都不是做旅遊大使 我在這裡沒有生意做 我只是在這裡讀書 那為什麼我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只是陳述事實 去給別人聽 我覺得都沒問題的 因為最主要其實都是想讓大家看到 現在這一刻的現況 基於這樣的情況 我亦都真的有一些網友 其實他們都聯絡了我 我身邊就有這一位 其實他都聯絡了我 因為我們本身都有一些 聊天 他就說 原來他也有一個朋友 是中國人來的 在這一邊 其實也都曾經遭遇過一些騙局 也都差點真的被人去夾了一個去柬埔寨的 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的 那這個是親術的情況 也都真的聽了一些錄音 現在都可以看回我們上次的錄音 有地圖的 你等一會兒我拍給你看 這個地圖是從我們的公司 這樣到宿舍那段路 就是紅色那段路 差不多那麼長 喂 我剛剛發了那張照給你 在我們公司的位置 這樣是從公司到宿舍的距離 對呀 你圈子那裡是公寓 這樣我發給你那張圈圈子 紅色那裡就是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的名字是叫做DA集團 那裡成洞樓都是我們公司的 喂 你好啊 我問一下 你不知道interview沒有呢 不好意思啊 因為今天我沒有上班 所以看你的訊息慢了一點 不好意思啊 是的 其實你傳了我的錄音給我 也都真的 那片段裏面 其實有一個是我自己的感覺上 其實它是屬於馬來西亞的廣東話 其實這件事的來狼去物是怎樣的呢 因為你好像說你自己去見公 還是你是陪你的朋友去見公 我是陪我的朋友去見公的 那他本身呢 就過了來泰國呢 都是很短的日子的 那我的朋友呢 其實是八月頭就過了來的 那他就過了來泰國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都是女日啊 那之後呢 那我們在網上 Facebook 認識的 那我認識呢 都是聊天的 但是他過了兩三天 就找回我 就說他過了來見到這邊 有些工作呢 就覺得 挺好找我 那你知道現在大家都疫情差 比較常識賺錢 都辛苦了 難找一些 那他見網上Facebook 登的那些廣告 就是請人呢 就比較高人工的 那他就只會打中文字 和會講中文就OK的了 那做些什麼呢 那工作的內容呢 其實呢 他們招聘就叫做 招商專員 那本身呢 他那個招商專員呢 就每個月是八千至八千五元人民幣的 那每一天就有三百五十元的 那另外呢 就包住的 那那個住宿呢 如果你包住呢 就沒有津貼 那如果你本身外面有公寓住呢 他就會有個八千元的津貼 那他就是通常呢 基本上就大量請人的 無婚男女 那就是年齡就介乎 就二十歲至三十五歲的 那你那個朋友 是在中國內地過來的嘛 雖然你是Facebook的群組那邊認識 本身他是中國人來的 他是用什麼認識過來泰國的呢 他是搭飛機過來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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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用什麼簽證過來看 他是用這個旅遊簽證過來的 那過來也是旅遊用途的 哦 那他是留了在這裡多久 他說大約留一兩個月左右的 你認識他的時候 他已經在這裡多久? 都是3-4天左右 那麽短時間? 是的 那其後為何無端端又說他去了健康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本身認識了他 在Facebook那裏 大家本身上有個群叫中泰交友網 我見他 他就說我是中國人 剛剛來到泰國 想找一些中國的朋友 認識一下 認識了他 之後大約3天左右 三天之後他就找回我 他說他見到網上有份工作 覺得挺好的 薪金又不錯 福利又不錯 所以他就覺得 人生路不熟 想找個朋友陪 我覺得大家都是中國人 可以陪一陪 反正我在這裏都有一段時間 你是主動陪他見工? 我不明白 其實你跟他認識了三四天 然後你跟他 不是應該出來吃飯喝東西 然後你陪他見工 你是從頭到尾沒見過他的? 我是沒見過他的 但是你又會跟他見工? 因為他就找我幫忙 大家都是在上面那個網上 即是Facebook那裏聊天 他就說 看到有份工作OK 然後我看到 我反正也有空 那我就陪他見一見 因為這邊正常來說 應該是找不到工作 即是旅遊簽證 基本上來到泰國 是找不到工作 即是你幫他做一些 和泰國法律形式上 是不合乎規矩的事情? 是 哦 OK 但是你又想幫他 你幫他的原因是基於什麼原因? 即你是想 純粹因為你覺得 大家都是一個中國籍的人士 還是你是想基於同情 好心 還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幫助他? 或者你叫他陪他見工? 因為我覺得 來自泰國 如果用旅遊 即是旅遊的身份去見工 基本上是不可能 而且他又說 說到福利那麼好 我也想陪他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工作 會有那麼好福利 因為你也想運工? 嗯 是 哦 OK 你本身留在泰國多久? 半年後 那你是以一個什麼形式去看泰國? 都是旅遊簽證 哦 但是就想看看 是不是有一份上工? 是 他去見工的時候 你就陪他一起過去? 是 他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拿到一個上工 以及工作簽證 是 沒錯 明白 多謝你這麼坦白 但是後來演化成一個什麼情況? 是啊 那天基本上約了下午的1點多 1點半去見工 就約了在漫谷的某些公寓的門口 那去到之餘 那去到之餘 就找回聯絡那個人 那他就說 你在這裡等一會 我就找同事下來去接你去公司那裡 那當時他就問 你有沒有帶來護照呢? 就是我的朋友 他一開始就已經給了護照 以及個人照片給他 那之後呢 再打給他 那他就說 你要有護照我們才可以請你 因為我們要作為一個保管的作用 那你有沒有給護照給他? 沒有帶 哦 那如果你有帶的話 換言之 當下那一刻你會給他 沒錯 哦 OK 因為 你們都想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工作機會 是 那其後你們去到那個會面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好像你說是一個住宅大廈 是一個公寓的門口的位置 那他就說 你到了 就打給我 那我就找同事下來接你 那之後呢 那我打完給他 到了之後 那我的朋友就打完給他 那他就說 你等一會吧 那之後會有輛車過來接你 那就會帶你去這個公司的地方去看一下 觀察一下 那最後輛車有來到的? 最後輛車是有來到的 那是七人車來的 那就過來 那一輛車 基本上就拉了窗簾 基本上就只看到那個司機 那一開始 那我的朋友就找他 那就說 那他來了 那 那跟著呢 就問了我的朋友 叫他上車 那我朋友就沒有上車的 那之後呢 就是大家都爭執了 大約都十幾秒左右 其實為什麼會爭執呢? 那我請問一下 因為他就叫他上車 因為本身 見公公的時候 他就說本身在公寓那裡見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來到之後呢 就說要等這輛車過來 坐車去見公 所以就變相有少少問題存在 即你們爭執的起源 是因為要上車 跟原先說的在公寓裡見公是有不同的? 是 沒錯 那其後那十幾秒之後 發生的情況 究竟是什麼 十幾秒內的發生情況 就是這樣的 那輛車來了之後 那他就說 那 當時 就是聯絡你的人 就說 你上車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些公司的同事來的 裡面的人 大約是三十幾歲 外國籍 即是東南那些人 那叫他上車 然後我就叫朋友 就說不要上車了 第一危險又不認識你 而且又不知道車在哪裡 然後後來 那我叫朋友不要上車之餘 然後他就覺得 拋了十幾秒的時間 然後他就覺得不耐煩 那車就另外就是 有很多兩個人就下車 扯過上車 那之後呢 我本身過來的時候 即是本身陪朋友過來的時候 是有兩個泰國人 是陪我的過來去見公的 那之後呢 他見到 那之後呢 他就過來幫我們 扯回那個人下來 就是扯回那個中國人下來 你們是有多少個人在現場 其實我們是有四個人在現場 如果計算了 我和我的朋友是六個人 即是你兩位見公 跟完之後 你們兩個再多點兩個保鏢 其實我的保鏢是朋友 我見過這麼久 你沒找過朋友回你 那幸好你有保鏢 幸好你有朋友 那一刻因為對方 其實計算了他們有三個人 你們有六個人 所以就夾不到你們上車 是 那最後其實他們 沒有拿武器出來的 沒有說有蚊槍 或者沒有說有刀仔 那樣東西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就 拉我的朋友下來 那時候我就沒有看到 他們身上有些什麼 刀器啊 棍子之類的武器 但是我的朋友就說 不是 我看到另一個第三個人 是他的袋子有把戒刀的 對啦 那之後 總之我們拉回我的朋友 來車之後 我們就走了 我們就跑走了 最後就 坐了的士 然後回去了其他地方 去吃東西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很淡然我 整件事 就是你們覺得 被捕捕完之後 其實你又沒有報警 又沒有做任何的跟進 純粹就是 被捕捕完就算了 沒有被捕到 然後就這樣去壓扮就算了 純粹這樣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 一來我是陪朋友去見的 二來本身工作證 去找工作做是不行的 即是非法的 所以大家都 就是 本身都是 難言之隱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報警 其實基本上 你是重大罪過 你去見過那些 總之來說 怎樣都是 說不清 因為本身你們做了一件非法的事 因為你們是用一個 旅遊簽證去居留 但是想在那裏找工作 對 於這個原因 所以你們就 將這件事去淡化了 而沒有去做到這個 跟進的動作 是的 所以其實真的要大家 各位小心 因為 罪犯真的會利用 你本身會受到一種 法律制裁的風險 其實罪犯也是 看中了這件事 而去採取一些 雜欠的行動 所以這件事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好吧 如果在這件事上 你有什麼感受 或者有什麼想分享 給各位朋友 其實 最近都見到很多新聞 都說 柬埔寨、緬甸 都有些賣豬仔 例如說 過來泰國旅行 其實很危險 其實 老實說 如果你過來旅行 即不是去見工 去見衣工 基本上是不會有危險 那你說 會不會在街上 會被人捉走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或者 如果去一些 很邊境的地方 或者去一些 尾索 那些地方 就可能會有這個危險 因為你們是 餐家是種椒 其實 在這個情況下 在你覺得 中國的朋友 又或者你自己 其實 命運一線 那 真是不幸 你們不是有 五、六個人 一起去見工 而 只不過是你們兩個人 其實真的有機會 去被人夾走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其實我都覺得 真是一項 一項 因為這樣都可以 沒有事 真的 很蠢 其實 在你的回想之下 除了幸運 就沒有其他人 那 當然 如果 如果 再給我去見 的話 基本上 一定不會見 說真的 你來泰國 是去旅遊 但是你去找工作 搞到有個危險性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 當然你可以 你可以 否認 其實我不是的 如果我還有機會 我都想見一個 高身一點的工作 假如有十萬元的工作 十萬元一個月的工作 你會不會見 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的學歷和工作的需求一定不符合 我會有十萬元的工作 好 這個是純粹基於你自己的自身能力 而覺得並不符合 假如有一份一萬元的工作 你可以在泰國或柬埔寨居留 因為 本身 可能要求不高 可能符合到你自己個人的能力 但因為 可能你不想繼續居住香港 而有一間公司 他提供並不太高於你自己能力的人工 是你自己覺得我自己的能力是可以達到這個人工的 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很合理 是 所以其實 這件事上面其實就不是關於 是 你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很高人工的工作 而只不過你純粹是想要一個機會 是 因為 可能不需要再住香港 你亦都可以繼續可以享受到這一邊的生活 是 沒錯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不是單純是因為一個 數字上面的誘因或者一個吸引力 而是真的 亦都令到你可以去移居到某個地方的機會 你可以長期居留在某個地方 是 這件事是吸引的 吸引 吸引 如果再有以後這些情況出現或發生 你會怎樣去面對 其實可能下次裡面你看到的不是兩三萬人 可能是一萬幾千而已 又覺得自己升任 你會用什麼方式去 Fed Find這間公司是否確實存在 其實如果要去找工作的時候 當然會查他多些資料 第一要用公司計席 第二就是公司電話和公司網絡 如果這些生命都沒有 基本上 如果在泰國 會有些招聘請人 基本上 是無可能 如果這些生命都給不了女生 一定是假的 通常都是詐騙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除了真的審視自己的自身能力之外 有時候是否自己這麼幸運 去有這個機會 對的 某程度上 有時候都要試一試 但是就是一間公司 它可以給出什麼offer出來 而真的要查回背景 這都很重要 因為 每個人都可能想在外地去尋名一些東西 可能去一個新的生活 當然新的生活是一個你想要的目標 但是都要一個找到範疾 是一個基本的因素 任何一個地方都是 無論是歐美的國家 在亞洲的地區 甚至於東南亞的地區 除了以上的人工 亦都給了你一個新的生活之外 亦都可能真的想離開香港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一件事就是 其實 要小心 所有事情都要小心 這件事不是純粹 見錯了一份工作 或者是不行了 這樣就算 而就是可能連自己 生活或者是生命都沒有了 可能是令到你自己的家人會很傷心 很多憂心的出現 所以大家必須要很小心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在泰國住了八個月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香港人也很像有香港人自己的圈子 但我告訴你 其實這些完全沒走進去 第一件事就是 圍勞是一件好事的 因為你可以在一個異鄉裡 找到一群 擁有共同聲音的圈子 但是我覺得 很多騙局的出現 其實是來自於 這些共同的圈子 這些群體裡 不是叫你不要圍勞 但是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哪一處都好 無論你在香港也好 或者是在外國也好 其實人就不是要用同鄉去算 即是你用種族去分 或者你用一個喜戶去分 其實我覺得這些要拋棄它 因為你同聲同氣 並不代表你們是同一類人 價值觀相不相近 以及你所認識的人時間的長短 時間的長短是可以令到你去分辨到一個人 他的內在究竟是信不信得過 當然其實即使大家所認識的時間是很長 其實都有機會去被人出賣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我都是覺得 你怎樣去瞭解一個人 或者你瞭解他的背景有多少 其實這件事是重要過 怎樣去令到自己有更多機會 有一句說話其實我覺得很品義的 就是 懂人比懂字好 我覺得這句話是超級品義的 這個說話就是你把知識完全放棄了一遍 你是完全放棄了擁有知識的權利 而純粹單靠人際關係去令到你可以在這個社會裡生存 我覺得這件事是完全非常不正確的一件事 所以 真的除了你說人際關係很好 但不是代表你可以令到你的生活去好過 所有事情其實都是靠自己分析 而且在網絡上認識別人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我經常在網絡認識別人的 認識女生也認識很多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有很多人是想在網絡上去拿你的利益的 很多人會加來做朋友 亦都很多人就會是叫做博朋友 但我覺得 其實你認識多的人完全是無謂的 無論你在任何的途徑 你在網絡上認識 你在真實的生活裡認識都好 但你必須要經過時間上去認識這個人 去認識這個人的背景 而大家是不是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 其實你要用時間去看這件事 所以當你真正正去認識到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存在一個信任 而你去認識這個人的時候 除了你有信任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不信任 所有事情都是取決於你自己的決定 所有的決定其實都是你自己相對要負責任 還有其實我最後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泰國安不安全呢 其實跟你們說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泰國中轉站 而真的你說是不是有人去夾你上車 我們在泰國生活中的一群的香港人 一群的壞人 我們未見過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為傳媒去說的話 或者因為自己自身的恐懼 而令到你去對泰國有這樣的觀感 我不排除你說柬埔寨或者緬甸是危險 還有我要再說一件事 還有緬甸 我希望你們多看一些新聞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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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那裡也有說 其實那些軍人怎樣去入村 去燒村 怎樣去奸殺一些平民婦女 不要只是道聽逃說 我覺得在媒體上 其實香港的媒體你們看很多 但是其實除此之外 全世界也有很多不同的新聞的渠道 可以多看一些 令到各位去對其他國家 令到各位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更多了解 而並不純粹單靠香港的傳媒 而事實上香港的傳媒 現在已經不得很多了 現在只不過是寥寥可數 你都可以選擇不相信我 但是我希望大家擁有的是分析能力 而並不是純粹去透過這些渠道 而對某一個國家或者對一些地方 純粹做一個猜測 而出一些惡言 或者一些不好聽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我是想像不到的 我不需要勸喻你們 各位泰國旅遊 因為這件事我沒有關係 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去多多了解 這件事的生活究竟是 什麼狀況 那這就多謝你的分享 那這就多了 那這就多了 不說了 好生氣 好 拜拜 拜拜